受惠、貪污及濫用職權罪行案件 第四天在山東濟南審理 第開庭半天 博熙來在庭上批評前下屬黃立軍 證供不可信 人品亦差 作為舉證的重要證人 有失法律公信力 有五位位在第四天 法院繼續審理 博熙來去年在太太博谷開來故意殺人案 和黃立軍叛徒前後濫用職權行為 控遍雙方對證人、前重慶市副市長黃立軍的證言進行證證 博熙來強烈批評昔日申覆的證言不真實 說黃立軍在作證過程中不斷明顯說謊 證言完全不足以采訊、充滿欺騙、信口開河 好像說不是打了他一巴、而是一拳 博熙來說沒有練過拳術、也沒有那麼大的打擊力 而法院已經認定黃立軍濫用職權罪和叛徒罪 特別是叛徒引起極其惡劣的影響 黃立軍還狡辯不是叛徒而是正常外交 認為黃立軍的人品極其惡劣 第一是當場造謠 第二是將水攪混 這種人作為重要證人進行舉證 有失法律公信力 博熙來的辯護律師也質疑 黃立軍向博熙來匯報薄谷開來殺人 即是嫌疑反殺人居然向他的丈夫匯報 是違反相關的迴避規則 恐慌則出示薄熙來濫用職權的證據 重慶組織部長說 多次提醒薄熙來免去黃立軍公安局長職務 要先得到公安部的同意 但薄熙來堅持不報告公安部 重慶國家安全局長證實 向薄熙來回報黃立軍叛徒美國領事館時 博谷開來有份聽 薄熙來沒有讓太太迴避 還同意薄谷開來提出請醫院發出 黃立軍有精神病的虛假證明的建議 重慶市委秘書長又證實 經薄熙來同意發佈黃立軍正接受優價式治療的虛假微博 薄熙來就證據發表感想 說審訊過程很文明 但證詞很多都是斷章取義 幾份證詞只拿了證人對他不利的一兩句說話 而且證詞正言前後矛盾 指黃立軍是行夫人路線 討好他又討好薄熙開來 而其他證人亦都想將責任推給他 覺得是一個鬧劇 是薄熙開來和黃立軍等人一起編導 和他無關係 控方就出示了資料 指扣押裝款裝物和追繳薄熙來受賄 探戶所得一共2680萬人民幣 控遍雙方舉證證證原筆 確認再無新的證據提交 還不前宣布休庭 星期一早上繼續審訊 薄熙來案審了四天 第一次開庭半天 在下午休庭 法院就為記者提供溫馨服務 安排遊覽濟南著名景點大明湖等等 令到不少記者都覺得惡言 無線電視記者五位在濟南報導 新加坡總理 好嗎